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其中,搜索引擎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在搜索引擎中,谷歌堪称霸主,几乎成为了人们上网冲浪的必备工具。 但是,当我们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时,是否有想过这些看似简单的排名展现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技术?快拍霸评加搜索留痕加群发软件加脚本开发,摇龙,引人瞩目的谷歌留痕技术就是其中之一。 这项技术借助于高权重平台生成的查询页面。通过收录这些页面使得谷歌排名展现的效果更加明显。 所谓高权重平台,即在互联网中具有相对较高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网站。留下查询痕迹后,通过蜘蛛池将这些页面链接进行整理,从而能够快速地让谷歌蜘蛛抓取并达到收录的效果。 或许你会好奇,谷歌搜索留痕到底需要多少个高权重网站才能生成足够的留痕链接呢? 不同行业的关键词又会有多少不同的留痕地址呢? 现在,我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类整理,总共搜集了2万个高权重留痕地址。 这些留痕地址将会为我们的网站提供更好的排名展现。 然而,想要提高搜索留痕页面的收录率也并非一失。 这时候,海量蜘蛛就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通过海量蜘蛛的爬取,我们可以快速地将涵盖各行各业的留痕页面进行抓取,从而提高收录率。 当然,谷歌留痕技术并不是百万网站都能进行的,只能选择竞争较少的常委词来进行优化。 不过,这类词的种类有着无穷无尽的潜力,几乎每个行业都可以从中获得不错的排名和流量。 无论你是经营哪个行业,通过谷歌留痕技术,你都能在搜索引擎的世界中一展风采,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总而言之,谷歌留痕技术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我们带来了更好的排名展现效果。 通过高权重网站的留痕链接以及海量蜘蛛的抓取,我们能够实现更高的收录率。 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通过常委词的选择,都能在谷歌搜索中获得不俗的排名和流量。 让我们一同借助谷歌留痕技术,在互联网的海洋中翱翔吧。